1930年代,当纳粹的生育农场里无数金发碧眼的德国女人跟党卫军的军官随意交配,进行纯种的亚利亚人繁殖的时候,第三帝国的元首希特勒也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优化。 不过他优化的方式有点特别,每天要吃28种不同的药物和药剂。 其中除了各种维生素葡萄糖以外,不仅有牛鞭粉、搞铜丸灯、撞羊药,还有老鼠药,更有鸦片、安非他命,这些今天被明确列为毒品的药物。 大家好,欢迎来到宽兰卷。 希特勒竟然在服用毒品,这是在自取灭亡。 难道他的私人医生是个双面间谍吗? 这些会不会跟他最后的灭亡有关呢? 安非他命是一种化学合成的精神类药物,一般试制本饼胺,会刺激人的中枢神经,现在是明令禁止的毒品。 它会让人精力充沛,注意力集中,提高信心,降低疲劳感,让人不停地说话,成为话牢。 如果过度服用的话,会造成不安,失眠,颤抖,药力失效以后,会造成抑郁,最后让人垮掉。 1970年代,在东德的一个电影充饮公司里,发现了一段本应该销毁的电影胶片。 这是希特勒最后一次走出狼包。 1945年3月的一天,他接见了第三帝国的青年团,还有赶死队少年团,总共有20多人。 他给这些年轻人继续打气壮胆,虽然失败就在眼前,但是还是让他们去做炮灰,为所谓的帝国事业以死相搏。 在这段录影里,希特勒不仅行动迟缓,精神状态不太好,和他以前那种几乎疯狂的状态相比,显得老了十多岁。 关键,他的左手还在不停地颤抖,已经不受神经的控制了。 希特勒一直标榜自己是世界上最健康的人,是严格的清教徒,素食主义者。 他的这个人设是为那时候的德国人量身定制的。 试想一下,如果这段影片当时公开的话,帝国元首的伟大形象一定会荡然无存,因为他是不健康的。 人前伟岸高大是第三帝国的领袖,但是人后,希特勒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他胆小如数,根本不敢上战场杀敌,而且他从小就患有精神障碍,歇斯底里,妄想症。 为了掩盖这些,他做了很多事。 1933年,也就是在希特勒救人帝国元首的那一年,一名叫埃德蒙·夫斯特的神经外科医生在家中忽然自杀,事出蹊跷。 德国历史学家托马斯·维博经过大量的研究,认为这是一场谋杀,目的就是为了掩盖希特勒的精神病史。 这是一个发生在一战后期的故事。 1918年的秋天,战场上的炮弹四分之三都是毒气弹,戒子气会导致失明。 当时希特勒跟着德军作战,换上了结末炎,暂时失明,就被送到了德国北部的帕萨瓦尔克军队医院。 埃德蒙·夫斯特医生就在这家医院,他建议希特勒去精神病医院,因为他的失明不是毒气引起的,而是战争神经症。 当时,很多的士兵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有些人失去了听力,有些人莫名其妙的颤抖,这都是因为胆子小,害怕被打死引起的。 也就是说,希特勒那时候的胆子非常小,根本打不了仗,因为长时间的精神紧张造成了暂时性的失明。 就在希特勒的住院期间,一战结束了,德国战败,希特勒认为那是世界变得黑暗的时刻,他的一切都随之崩溃了,并且极力美化他的一战中的丰功伟绩,并且他决定去从政。 这位帝国领袖一直说自己是天下无敌,不可战胜的,怎么可能容忍自己这样一个丑陋的前科留在世上呢? 所以,托马斯·维博判断,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 其实希特勒从小就患于歇斯底里症和妄想症,这是他的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说的,这就坐实了他的精神病史。 奥古斯都库比泽是希特勒小时候的玩伴,两人一起在奥地利长大,在二战以后,奥古斯都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在这里面,他描写了一个精神失常的希特勒,喜怒无常。 在谈到未来的时候,希特勒说充满了危险,眼睛里都是妄想,满是泪水,却强忍着没有流出来。 这就是典型的狂躁症,歇斯底里。 当时德国正处在魏马共和国时期,精神病患者是不会被社会接受的,单凭这一点,希特勒就不能参加选举。 他的那个从政野心也就没法实现,所以帕斯瓦尔克军队医院的病例就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污点,所以病例就和那位给他看病的福斯特医生一起消失了。 人怕出名猪怕状,希特勒上台以后关于他的传闻就出现了很多,这些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既然你想出人偷地,那就得接受这一切。 在英国的军队里曾经流行过一首滑稽小调,波及上校进行曲,戈斯里说,希特勒这位大独裁者只有一个搞完。 还有另外一个传言说,他的小弟弟在小时候被山羊给咬掉了。 这个在他发脚的回忆录里也是没有记载的,后来证明上面的两个传言都是在调侃希特勒。 在1930到1940年代的体检记录里,希特勒全身装备齐全,一个布检都没少。 但是布检齐全并不代表好用,特别是像他这种从小患有精神疾病的人,长期的精神压力会让有些布检提前失灵也是有可能的。 这是一张希特勒的自画像,在前几年被拍卖,如果不是他后来的名气,估计没人会买。 色调阴沉,气氛回暗,那年他21岁。 这是他在经历了很多的职业都一事无成以后最后一个梦想,成为一名画家,但是他的画作实在是水平太一般,也就注定他成不了艺术家。 画里的他阴郁颓废,这和他做了帝国元首以后的形象天差地别,这也是他最不想让人们看到他的真实的一面。 1933年竞选成功以后,他发生了180度的形象转换,自诩是一个优等种族的最高领袖, 身体精神健康的典范,要带领德国走向辉煌的未来。 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他有很多见不得光的隐私。 能够出入他在巴伐利亚寓所的人都是他的亲信,都在帮他保守着很多的秘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他的私人医生。 1936年,希特勒得了湿疹,本来挺简单的一个治疗,但是医疗顾问却没有处理好。 希特勒有点不高兴,这时他的私人摄影师海盈里希·霍夫曼推荐了一个人,给他治疗的又快效果又好,态度非常体贴,还不乱说话,这让希特勒非常满意。 接下来,这个医生又让他的胃精卵和胃胀气有了很大的缓解,于是他就正式聘用他做私人医生,这个人就是希奥多·莫瑞尔。 莫瑞尔是很会赚钱的一个医生,他只给柏林的有钱人看病,而且以性病为主。 看这个病来钱快呢,有钱人都爱面子,难言之音一看了之,自然也就不吝啬医药费。 再加上莫瑞尔态度好,回来时,客人也就源源不断,也正因为这一点,霍夫曼才把他推荐给了希特勒。 做了希特勒的私人医生,也就进了纳粹的精英权力阶层,这让莫瑞尔更加财运横通,不仅住进了犹太人的百万豪宅,还让德国军队的用药从他的药厂里来定点采购,名利双收。 从那以后,这个邋遢促罗的大胖子医生,就经常出现在希特勒的随从队伍里,跟着出席各种场合,这自然招来了元首医疗顾问组里其他医生的妒忌,外科医生凯尔·伯兰特和牙医余果布兰施克尤其不高兴,说他是一个江湖郎中,容易骗子,吹牛大王,完全是个冒牌货,根本不懂医术,完全是为了骗钱,乱用药,破坏了希特勒的身体健康。 而实际情况,希特勒的身体情况确实是每况愈下,当时的宣传部长约瑟夫·葛培尔斯说,在1941年到1944年的三年半时间里,希特勒似乎老了15岁。 从这个拍摄画面的对比中也明显地看出,1944年的希特勒和1941年相比,明显地精神不如从前,行动也变得迟缓。 而希特勒却不以为然处处维护着莫瑞尔,并在1944年把两个诋毁莫瑞尔的医生给开除了。 明明是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却不愿意承认,难道希特勒和莫瑞尔之间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或者说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莫瑞尔是一个手段高明的双面间谍。 艾瓦布劳安是希特勒的情人,这是帝国不能公开的秘密,因为希特勒宣称他不会结婚,要为帝国奋斗。 艾瓦比希特勒小23岁正是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希特勒已经年过50之天命,虽然老夫少妻是一个不能公开的秘密,但是正常的生活还要继续。 艾瓦曾经多次拜访莫瑞尔那个像猪圈一样的办公室,作为回应,莫瑞尔在药坊里加进了牛编粉、狗铜丸灯撞氧药,通常是在希特勒和艾瓦过夜之前奉命注射,这样希特勒就会工作生活两不误。 根据战后美国审讯员公开的记录,莫瑞尔每天要注射的远远布置这一些,总共有28种药物和药剂。 一般情况下,除了定量的维生素和葡萄糖以外,早上有甲基、安非他命,中午有可卡因和肾上腺素,晚上还有巴比妥酸和绣化物镇定剂。 每天要给希特勒准备这么多的药物和药剂,莫瑞尔确实赚了不少钱,但是这些也确实是希特勒需要的,毕竟年龄不饶人,50岁的人了,要指挥德军开展他的伟大计划,精力不能有松懈,特别是出现的公共场合的时候,必须精神饱满,气势如虹,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而那个时候的很多德国人,就是在这样一个跟疯子一样的元首的感召下,才加入战斗的。 莫瑞尔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外人根本不知道这一切,即使是希特勒的亲信,于是希特勒的得力助手格林,就给莫瑞尔起了个外号,帝国助舍大师。 其实在二战以前,毒品在德国泛滥,全民嗑药,来治疗一下,一战留给他们的精神创伤。 现在明确列为毒品的很多药,在那时候的药店里公开出售都能买得到。 1927年,德国是全世界马菲第一制造国,海洛因第一大出口国。 德国默克公司的科卡因是全球第一大品牌,德国的鸦片和科卡因协会扮演着全球毒品业操盘手的角色。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大力禁毒,让局势好转了一些,但是没过多久,精明的德国人, 又研发出了一种新的产品。 1937年10月,泰姆勒药厂的化学家希尔德博士,研发出了一种化学合成药剂伯菲丁。 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安非他命甲基本饼胺。 它能让人的神经元如烟火一般的燃烧,精力充沛,头脑变得异常清醒。 后来经过柏林大学的军人生理学研究所的实验,证明它是一种让疲乏的军人振作精神的绝佳药物。 于是,德国的坦克兵和战斗机飞行员就口喊伯菲丁,不分昼夜地在战场上厮杀,最终取得了闪电战的胜利。 而莫瑞尔在给希特勒准备的早餐药物中就有伯菲丁。 但是很快,军人生理研究所在实验中发现,伯菲丁的副作用很大,一旦停用,人的身体和心理技能就会逐渐衰退,直到衰竭死亡。 明明知道副作用很大,能够致人死亡,却还继续给希特勒服用。 而当其他的医生来投诉莫瑞尔的时候,而希特勒却不以为然,因为他非常相信莫瑞尔的医疗专业水平。 耳鼻虎医生欧文基辛格因为也患有胃经兰,所以就偷偷地取了莫瑞尔给希特勒的胃药,想试一下效果。 但是经过化验,他在里面发现了帆木鳖茧,这可是老鼠药的主要成分,难道莫瑞尔是想害死希特勒吗? 于是,他就向希特勒告发了莫瑞尔。 莫瑞尔联盟道歉,大大方方地承认了事实,接下来他进行了专业的解释,他的药丸中确实含有帆木鳖茧,但是量很少。 只有0.00046克,是医学推荐挤量的一半。 少量的帆木鳖茧,作为兴奋剂使用,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提高兴奋度。 如果大量服用,才会导致癫痫发作,并最终导致死亡。 天堂和地狱只在一线之间,脊量是关键。 希特勒一听,嗯,在里,自己吃了这么多年了,也没事,说明莫瑞尔是可靠的。 但是试药三分度,更何况每天要吃下28种药物。 日积月累,损伤迟早会发生的。 有一天,莫瑞尔被电话紧急召唤,希特勒在狼宝开会的时候忽然晕倒了。 莫瑞尔诊断以后,确诊是力气和高血压,并把心电图送给了心脏专家,诊断结果是冠状动脉硬化。 这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当时正处在二战的关键时刻。 希特勒希望这件事一定要保密,而莫瑞尔也始终守苦如瓶,但是身体无恙,却是事实了。 斯大林格勒战役成为二战的转折点。 在那以后,希特勒脸上的表情就越来越紧张,精神也大不如前。 宣传部长约瑟夫·葛佩尔斯说,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希特勒似乎老了15岁。 只有他偶尔在爆炸式的咆哮时才能看到他以前的精神头,但是也是转瞬即逝。 时间来到了1945年3月,也就是视频开头时的那个场景。 希特勒最后一次走出狼宝,给青年团和少年团受勋鼓励,每人发了伯飞钉。 接下来的四天中,他们每个人都在担任潜艇中为了帝国的事业搏命,可惜都是有去无回。 莫瑞尔在战争结束的前几天,给希特勒的左手做出确诊,颤抖性麻痹症,也就是帕金森症。 这说明希特勒大脑的思维已经被破坏。 一个多月以后,希特勒也在狼宝开枪自杀,临死前,他的手还在不停地颤抖。 在自杀以前,希特勒解雇了莫瑞尔的私人医生职务。 在战争结束以后,莫瑞尔被抓并审问,并没有判刑。 三年以后,他在巴伐利亚的寓所里死去。 很多人都在问,作为纳粹经营权力阶层的一员,整天围着希特勒转,莫瑞尔怎么会没有罪呢? 难道他真是一个双面间谍,用他的毒药造成了希特勒的失败吗? 最后,昆仑语录,药能治病也会害人,施药三分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